我想说一点,关于学习 如果教师只是讲一次,然后人听了 这个学了最少,可能百分之二十 然后他听了之后,能够再写出来 他学了多些 然后他能够向人解释讲出来 这个更好 然后他学了之后,教导人,学得更好 就是说,越有互动,越学到 你可能听这个神属性讲道法 你说,很好,很好 但当你讲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之前练习 他们每一个讲的时候,神的恩典讲什么 我们要祷告,敬敬神,倚靠神 这些全都是律法,都没有讲神的美善 所以这个思想的改变是很不同的 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我常常看到神的所有作为 我们所有一切这里发生的事情都是神造出来的 神令这些事情发生的 神给老徐这个意向,这个目的 神给我这个配合 神给你们这个愿意学习的心 神也给他这个恩赐 所以各方面都是神安排做很多 但很多人如果分享的话 老徐做得很好啊,他帮孩子啊,很好啊,很好啊 都去讲他做什么 没有讲神做了什么 但其实神是创始成终的 但我们明白神是创始成终的 人善什么 我们所做的就是神在带领我们 我们顺服很好 但我们负耶稣的恶的时候 学习是怎么样呢? 耶稣是负这个大的恶 我们是负这个很小的恶 就好像你有一个一岁的孩子 你教导他走路,你带着他 耶稣就带着我们,我们仅仅能够走路 然后这个孩子说,我能够走路了 但其实是他的爸妈在带领他 这个同时,所以我们是宣然神的美德 让基督在我身上教堂显大 感谢天父赞美 爱情 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